我是农村走出来的,父母为了供我读书花光了家里的钱,而我也非常的争气,高中毕业我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。 我和女友也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,因为我学习非常的好,女友经常找我替她辅导功课,就这样我们俩在一起了。 大学毕业后,女友按照她父母的要求回到了家乡工作,而我为了女友跟随回到去了她的家乡。 因为女友的家乡是一线城市,所以找起工作来还是很容易的,就这样我进了一家很不错的外企工作。 在我工作后没多久,女友的父母就得知我们俩交往的事情,于是他们就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。 第一次去女友家我买了不少的东西,可当我去了他们家后,女友的父母对我非常的不友善,我也明白他们是想让我们分手。 在吃饭的时候,女友的母亲不断地询问我家庭的情况,并且言语中还透露着他们是不会把女儿嫁给我的。 可我和女友真的是非常的相爱,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女友一起奋战,可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在一起。 失恋后的我每天都非常的伤心,为了能让自己心情好一些,我只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。 没过多久我就听说女友嫁给了一个富二代,而女友的父母非常的高兴,他们还可以邀请我去参加婚礼。 最后我还是没去,因为我怕我去了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 听到自己心爱的人结婚了,我的梦也就破灭了。 接下来的日子我非常努力地工作,十年时间里我从来都没有休息过。 当我有了一定的经验和资金后我现在自己创业,而在创业当中我认识了妻子,在妻子的陪伴下我的事业越做越好。 十年后的一天我再次见到了前女友,看到她现在的模样让我觉得很心寒。 如今的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,她苍老了许多并且听说她老公家破产了。 如今他们一家人和父母挤在一起,而前女友的母亲为了养活两个孩子,她也不得不出来工作,因为前女友的老公根本不工作。 真可惜曾经我最喜欢的人如今变成这般模样,不得不感慨岁月是把杀猪刀啊。